嗨 你們好 歡迎回到GinaTV 今天我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 你們看我的眉毛是不是有點淡了啊 平常啊 因為我就是拍影片的話 我都有畫眉毛 那我覺得就是 常常沒有眉毛 我覺得真的很煩 所以我今天要叫我表妹幫我做一下我的眉毛 待會會有整個做眉毛的全程紀錄喔 順便一提 今天買了這個新的GoPro 我們來試試看它收音到底好不好 待會見啦 好囉 我們來分析一下我的眉型 我這個眉型像這個就有的 就是之前我有做過兩三次的紋繡 那現在顏色其實都已經退得比較淡一點點了 然後在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 兩邊的這個形狀其實會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要分析幾個點就是說 首先我們要講的是說 這個紋繡它其實如果時間一久 褪色的話 的確就是它會內縮 那兩邊的形狀一定看起來一定是不一樣 那是正常的 因為它總是要慢慢縮小嘛 它不可能是那個樣子 然後一直固定那個樣子 那就不叫褪色了嘛 所以當你差不多做完之後 一年到三年之間一定它顏色 它的那個眉毛會慢慢的越來越小調 像我這個就是越來越小之後呢 然後兩邊的形狀也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我現在把眼睛拿下來喔 接下來我們還要看一個點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有打肉毒 所以我的這個眉毛啊這個肉啊 其實是會有點往上提的 因為它肉毒的這個效力都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就稍微有一點往上 一點點往上揚喔 所以這不跟之前的紋繡師沒有關係喔 我之前剛做完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這樣 那有時候會藉由時間太久啊內縮啊 第二個就是你有打肉毒啊 它也都會有一點變化 它兩邊就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雖然是一點點不一樣 其實大家平常日常生活中也不會那麼仔細看 所以大家也不會覺得眉毛有什麼異樣樣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累積很久了嘛 我們今天一定要來重新把它操作好 那所以呢待會我會比較希望喔 就是我的眉毛不要這麼有角度 我想要讓它是這種韓式平眉 所以我們待會要來畫一下這個韓式平眉的造型 然後叫我表妹來幫我操作喔 那我們現在開始畫 蠻晚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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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想說妳的忙我就自己先畫了一下眉毛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表妹 進來錄鏡一下 口罩拿下來啊 大家好 很多人進來都把她跟我認錯了 我覺得挺好的 這是我的屁聲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大概是美容經驗大概七年左右 文秀也是非常有經驗的 所以待會我請她來幫我弄我的眉毛 我要被殺了 救命啊 好害怕喔 呵呵 呵呵 開始做了唷 又到了療癒的時間了 你們不覺得看人家被戳眉毛 就像是看人家被青粉刺一樣的療癒嗎 哈哈哈 現代的人壓力都很大喔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BioMacer的色料 那色料的編號是504加505 504呢是屬於比較淺咖啡灰 適用在眉頭和邊框的地方 505呢是屬於深咖啡灰 比較適合用在眉脊和眉尾的地方 那證據我們是使用三元針配五元針 這是我的最愛啦 怎麼會有第二雙手 啊我就躺不住啊 臨時又叫了一個人來幫忙 這樣比較快啊 這樣是不是比較輕鬆 對啊像是沒有這樣的服務嗎 哇塞 我真的覺得可以開發這樣的服務 就是兩個一起來 兩個時間 很快啊 本來可能要錯一個半小時 然後40分鐘就好了 可以喔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喔 減少時間 然後你看我從頭到尾都睡不著 一直在聊天 其實是因為我身上有長蟲 躺不住的那一種 沒有錯啦 就是美睫市最討厭的那種客人 唉唷我也是 古不里三種啊 所以我們另外一位老師路過 我就叫他順便幫我戳一下 這樣比較快啊 我真的覺得兩個人一起戳的話 快滿多的很節省時間 感覺就好像外面有的店 是有人一邊做美睫一邊做指甲 醒來之後就兩樣都好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店內有比較多文秀師的話 不排除也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做的新式霧霉呢 是慢工粗細火的小針慢慢填色 不是那種二十幾根針的斜排針 或者是彎彎針 所以我們這種速度比較慢一點 大概戳起來要戳一個多小時 那如果兩邊同時開始的話 那操作大概半個小時多就搞定了 如果我是客人 我真的會喜歡這種喔 呵呵 哈囉 已經好囉 看一下可以看得到嗎 從這邊到那邊 哇我覺得不錯不錯 可以可以 我剛剛這邊剛好對著鏡子 剛好看 嗯 好看 對啊 你覺得咧 超好看喔超好看 自己說不會害羞 不會啊不會 怎麼會害羞 這處好啊 你剛剛是怎麼幫我做的 你剛剛做的時候 你有什麼難度的地方 我覺得基本上 我覺得我的眉毛沒有很好做 因為 因為我的這個夫妻公這邊 好像比較凹一點點 對對對 沒有你兩邊我剛在做的時候 你的眉毛兩個我畫都是平均的 然後在做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欸 你的左邊特別高 怎麼做都覺得那邊特別粗 可是我又用一個小秘密 把它做得非常的平均 這邊嗎 當然啦 你是不是偷蓋東西 哈哈哈哈 小小的秘密 小小 小轉色 如果猜的沒錯 應該是跟上次艾琳 我用的那個應該是一樣的吧 沒錯 對喔 因為我就想說 我這邊本來有點暈 就是前面之前 之前是做的 前面是做的有點暈開 對 沒有想到被你們補一補這邊 就是把邊收得很乾淨很正氣 超好看 欸 拜託 眉毛超難做的 你以為你的眉毛好做嗎 哈哈哈哈 那這樣大家都有看到 小雲老師大概是怎麼做的 那大家看得懂就看得懂了 看得懂就偷學吧 OK 那就到TV 我們下午見 掰 掰 哈囉小電視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按訂閱 記得一定要打開鈴鐺喔 這樣你就會在第一時間 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掰掰